春华秋时 中式台球运动自2006年乔远许先生首唱推广至今 以历16载争容岁月 毕露蓝缕 迂攻移山 每一步前行都面对着偏见与压力 每一次奋进都饱含着球迷 球员和推广者的热爱与执着 背靠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 中式台球已席卷中华大地 走入64国 成为全世界台球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 当年的街头游戏如今风靡全球 2022年乔士将大力推进大师赛及相关赛事的职业化进程 冠军500万 职业化元年 在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间节点上 我们很高兴通过这次肯谈会 把一些球员代表 主播代表聚到一起 通过大家直播间连接广大球迷 与大师赛的官方嘉宾一起聊聊新赛季 大师赛的方方面面 走进第17个年头的中式台球仍然是一项年轻的运动 和过往一样 我们和球迷 球员与伙伴之间的携手奋进 为民族的运动开疆破土 过程当中很多细节我们也在试错 大家的热情支持是我们前行的最大动力 所以我们这次叫肯谈会 开诚布公地与朋友们诚恳交流 屏幕前的朋友不仅可以通过网络直播 还可以在各个提问嘉宾的直播间通过弹幕互动提问 我们的提问嘉宾会甄选有代表性的好问题 现场向各位嘉宾发问 在肯谈会之前 我们还组织了一场球星双打表演赛 以想各位球迷老铁 请大家尽兴观看表演赛 尽情参与肯谈会 本场球星双打表演赛 限时80分钟抢期 首先有请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张月秋出场 好下面有请本场比赛的球员出场 首先出场的是一组师徒冠军组合 他们是乔士台球梦之队队员杨帆赵如亮 好 接下来出场的组合 均获得过中式台球大师赛全球总冠军 他们是郑宇博 于海涛 好 请大家到球桌前面合影 好 请大家就坐 接下来我们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第一局 杨帆开球 比赛开始 柯宇博-看启博室博的 双大比赛呢 也是非常好 但希望于是至今的人都没有诺线成络 调园的事情 对于某些什么较为的情络 只是不算 其实这样我们的节目 都是红色之狀 安排一下右边 凤三 被积公 对于某个两个 相当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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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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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